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酒吧的 站在酒吧门口 心里一阵抽痛 被欺骗得不甘 心碎 委屈一下和眼泪一起翻涌上来 我从来没想过 安雪的真实想法居然是摆脱我 整整一个多小时 我的心情才平复下来 从门口望进去 还能看到安雪和他的朋友们喝得正欢 我擦了擦眼角的最后一滴眼泪 平静地走进去 看到我的到来 安雪明显有些不耐烦 有个黄毛调笑道 哟 这不是我们的三好学生周知遥吗 这次不会又要跟安叔叔告状吧 一众男人中间起身 把我拉出去 你来干什么 我都已经成年了 喝点酒你也要管 我没理会他的抱怨 淡淡道 小雪 我抱了A大 你呢 明明知道答案 可我就是不死心要再问一遍 啊 不好意思啊 志遥哥 我填志愿的时候报错了 不小心报到了C大 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甚至是心虚 我一眼就看出来他在撒谎 这么拙劣的借口 也拿出来搪塞我 安雪 你是真的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里吗 转而他又拉着我的手臂笑着说 不过也没事嘛 就算不在一个学校 我们也能经常打电话视频啊 而且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你要是想我了 就坐飞机来找我 多方便啊 是不是 现在的交通是发达 但是A大和C大 一南一北 安雪要是真的有心 就不会故意抱那么远 我不动声色地推开他的手 无所谓 你开心就好 反正从小到大 我都是以他的开心为主 当然 他也是一样 安雪看出我情绪不太对劲 故意撒娇道 哎呀志遥哥哥 我知道你最好了 你肯定也不会怪我 对不对 我是不小心的嘛 你就原谅我呗 要是换做以前 我肯定呱呱他的小鼻子 宠妮的警告 下次不准再这样了 可是我知道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下次了 大不了暑假 我多陪陪你嘛 安雪皱着眉 她烦了 不用了 我冷冷丢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 安雪没有追上来 身后想起她的朋友们 招呼她喝酒的声音 还有那已经很久 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的 无忧无虑的笑声 以后再也不用你陪着我了 安雪 你真的彻底摆脱我了 我心里突然有种诡异的轻松 心口处却始终缺了一块 暑假的时候 安雪约了我好几次 不过都被我拒绝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一条消息也没发 她应该已经把我抛住脑后了 她的动向 我都是从朋友圈得知的 彻底解放了的 她和朋友全国到处玩 江南小镇烟雨萌萌 她身着一袭汉服 微露的身影 显得温婉又多情 我记得我曾经跟她说过很想 和她去看看烟雨江南的美景 那时的她 她在我话音刚落的时候一撇嘴 一脸嫌弃到 下个雨有什么好看的 我猜不去 原来她不是不喜欢 只是不喜欢和我去 不过当时的我没想到这一层 反而追问她 以后想去哪里旅游 我都陪她去 后来惹她生气 朝我发了好大的火 那晚酒吧的场景 又浮现在眼前 她的话像是一把利刃 一遍遍将我凌迟 谁让她天天烦我 被骗活该 轻飘飘的语气 和无所谓的神情告诉我 我的坚持和执着 就像是一场笑话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甚至我至关重要的一次选择 也被拿来戏耍 可明明是她告诉我 她想要考A大的舞蹈系 甚至是撒着娇 求我一定要和她报一个学校 知遥哥哥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考上A大的舞蹈系 你一定会陪我的对吗 我们一起努力考A大 好不好 我才拼了命地学习 报A大的人工智能专业 她已经烦我 烦到这个地步了吗 连这种事情 都要拿来欺骗我 只为能够把我赶出她的生活 或许 她想要摆脱我 早就已经有迹可循 只是我一直在用 对她的喜欢蒙蔽自己 让我看不清 她早已离我远去的心 我和安雪从小就认识 也可以说是青梅猪马 小时候 我生了一场重病 只能到A是求一 一家人就搬到了安雪家隔壁 还在康复的我 看上去和平常的小孩 有点不一样 身体更虚弱 也显得更娇小一点 出来乍到 小区里的孩子 看到我是个软狮子 便总是偷偷故意欺负我 一个高个子男孩 用弹弓把我的头 打出了一个大包 我却只能哭哭啼啼 不敢反抗 安雪看到后 便直接上前 抢下男孩的弹弓 还把她的脸 抓出了好几道血痕 那时她的个子比我还小 她皱眉抬头望着我 生气地说道 你笨死了 连还手都不敢 这样吧 以后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 我就答应会一直保护你 安雪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 对谁都有恃无恐 我第一次见到 这样一个张狂又可爱的小女孩 便被她深深吸引了 于是我们从小学开始 我就成了她的根屁虫 安雪被虫多了 性子更强势 也受不得一点委屈 就连安叔叔霍安阿姨也惊讶 我居然能忍受安雪的脾气 和她当朋友 就这样 我们两家因为我们两个小孩 一直关系不错 我生病不爱说话 她就天天想办法度我笑 我那有些灰暗的小事件 因为有了安雪这个小太阳 变得温暖起来 那时大人们经常说我们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只是年纪小不懂这句话的含义 直到高一发生了一件事 我心里才暗暗生了 些许青涩的暧昧情愫 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也长得很快 所以高一入学 我就加入了校篮球队 在新生杯决赛 我带领队员一举斩获冠军 出境了风透 在学校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 领奖的时候 我还没从台上走下来 便不知道从哪里冲上来一个女生 塞给我一整盒折纸五角星 还有一个水杯 还羞涩地抱了我一下 引起台下一阵惊呼 当时的我哪会处理这样的场面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脸和耳朵都红透了 台下的起哄声还没有停止 我拿着那些东西 有点不知所措 站在远处的安雪 忧愿地看了我一眼 气得一跺脚便转身离开 我哪里想得了这么多 脑海里全是安雪生气了 我要赶快哄好她 至于为什么生气 我都没有想明白 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 我找到了安雪 她坐在椅子上眼眶通红 我走近却被她用力推开 你走开啊 我最讨厌你了 看到她哭我都快急死了 更何况还说讨厌我 我怎么受得了 小雪 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 我帮你去揍她 全世界只有你会欺负我 她带着哭腔说 我更摸不着头脑 心里一急 便把那个女生给我 送的星星和水杯 塞到安雪怀里 不哭了不哭了 我不欺负小雪 这些送给你好不好 你看这个水杯还是 安雪突然大发脾气 把水杯和星星 一股脑扔进垃圾桶 我猜不要呢 你要是喜欢 就去找那个女生 不要再管我了 谁说我喜欢她了 我只喜欢你 我激动得大吼 这一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安雪也不哭了 愣愣地看着我 此时我的心底 仿佛有什么在生根发芽 小雪 我 安雪突然笑出声 打断我的话 只要哥哥说只喜欢我 可不许骗人哦 少女之嫩的语气 像是轻柔的羽毛 扫得我心头发芽 不骗你 我只喜欢你 我再次坚定地说 说给她听 也说给自己听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喜欢安雪 安雪破涕而笑 你这个笨蛋 她点起脚 亲了我的脸 便迅速跑开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摸着脸上的印记傻笑 所以 小雪也是喜欢我的 肯定是这样 我告诉自己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大人们的话 再次在我耳边回荡 情斗初开的我觉得 和安雪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甚至都开始幻想起 我们一起考上大学 一起工作的快乐 那我以后 会不会和安雪结婚呢 只要想到 每天一睁眼看到的 就是安雪 我就幸福地想要流泪 所以从那天起 我自动带入 我和安雪 是男女朋友的角色 既然是男朋友 那我就要时刻 陪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比安雪高了不止一个头 只要我在她旁边 那些小男生都不敢靠近 每天放学 都会在教室门口 等她放学一起回家 为了不让爸妈怀疑 我把自己生活费 和压岁钱省下来 每天买早餐 等她一起上学 周末她在舞蹈时练舞 我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 低头血涕 夏天 我的包除了自己的东西外 还装了电风扇 扇子 曲纹贴 花露水 镜子 小梳子 有时还会装一盒水果 冬天 暖宝包 暖手宝 护手霜也都带在包里 还有烤红薯和糖炒板栗 提前买着到她教室门口 等她下课 舞在怀里生怕凉了 年少的喜欢 总是青涩又直白 我只知道 喜欢一个人 就要无条件对她好 几乎全校的人都知道 我喜欢安雪 老师也找我谈过几次话 但是我的成绩 不仅没有下降 还提升了不少之后 并没有再管了 渐渐的 那个小时候 说要一直保护我的小女孩 变成是我一直呵护照顾着她 安雪很爱喝冰奶茶 不管冬天夏天 可是她本来就体寒 一个月几杯冰奶茶下肚 生理期的时候 都会痛得死去活来 所以在她身边 我总是慢慢耐心哄着 给她点常温或者热的 小雪听话啊 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生理期又该被疼哭了 甚至有时候 她生理期前几天我都会在 晚上打电话过去 嘱咐她晚上机的泡脚 千万别着凉了 包里的卫生巾也是常备 周知遥 你怎么比我妈还操心啊 安雪笑着说 能为小雪操心 我很幸福 这是我的真心话 当时的我觉得 为安雪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只要她喜欢我 周围的同学也取消 你这不是男朋友 是舔狗吧 不对不对 应该说是男保姆 哈哈哈哈 我对这些取消不以为然 其实我和安雪 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所以只是我把我们 想象成男女朋友关系 我还不知道 原来这叫自作多情 而自作多情多了 也会被人讨厌和嫌弃 安雪是舞蹈特长生 所以平时除了要学习文化课之外 更要抓好舞蹈功底 周末的时候 安叔叔和阿姨 特意给她报了强化班 但是这天 我晚上从理发店出来居然 看到安雪和一群朋友 一起准备进酒吧 我连忙上前拦住 小雪 你不是去上课了吗 在我印象里 安雪虽然调皮娇气了些 但是从来不会忤逆安叔叔 或安阿姨 更不会明目张胆地逃课了 安雪身边的女孩 朝她几眉弄眼 安雪 你没和你小男朋友串通好啊 安雪一听女孩的话 便不太高兴 把朋友们先打发进去之后 把我拉到小巷子里 治药哥哥 你不要告诉我爸妈好不好 不然我会被骂死的 我朋友过生日 我就过来陪他一会 晚点我就回去了 只要你不说 他们肯定不会发现 求求你了 我虽然受不了安雪撒娇 但是也还是很担心 小雪 你都还未成年呢 怎么能去酒吧呢 你还是听我的话 回去上课好不好 我耐心地哄着 生怕把他惹生气 可是安雪却不耐烦地说 你别那么死板嘛 这家酒吧是我朋友爸爸的 我们都提前打过招呼了 不会有事的 见我还不松口 他又道 你要是不帮我瞒着的话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不得不说 安雪这招很奏效 我不敢想象 如果安雪不理我 我会难过成什么样 于是我答应了他 不会告诉安叔叔 或安阿姨 但是我偷偷在他们卡座后面坐着 也是对他的保护 毕竟是女孩子 没想到他们才坐下来没多久 就上了好几箱酒 我又气又伤心 安雪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都还没成年就学坏 跟别人喝酒 终于在一个男生 给安雪再满上一杯的时候 我还是打电话给了安叔叔 并上前阻止 把安雪带出酒吧 因为这件事 安雪和爸妈大吵了一架 摔东西的声音 都传到了我家这边 我还是坚持自己做的没错 在回到学校的时候 安雪对我发了第一次脾气 我警告你周知遥 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 别以为跟在我身边几天 就把自己当我男朋友了 我才不喜欢你这样的小人 如果让他知道你背后 和我爸妈告状 我就和你绝交 虽然说之前安雪 也有和我生过气 但那也是小女生的小脾气 没什么 只是这次是真的伤到我了 我没想到 她居然能对我 说出这样的话 我担心她的安全 在她眼里 我却是一个小人 还说不喜欢我 整整一个月 我没有和安雪说过一句话 连一个眼神交流都没有 看到她都是低着头走 终于 安雪或许是不习惯 我不在她身边当 保姆的日子 在我打球的时候 来操场给我送水 制妖哥哥 我那天是太生气了 随口不择言吗 你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这个小女子吧 好不好啊 我最最最帅的制妖哥哥 他摇晃着我的手臂 我一时不忍心冷脸 就这样被他哄好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来到高三 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张 我心里还是幻想着 以后能和安雪一个学校 这样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即使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经常吵架闹矛盾 但是我为了让他能够理我 每次都会主动去哄他 找他和好 我实在是不敢想象 要是大学里没有安雪 我该怎么度过 于是我小心翼翼问他 想考哪所大学 他一下都没犹豫就说A大 还是有点悬 安雪不一样 他是舞蹈特长生 文化课也跟得上 是老师的重点培养对象 那你想去哪 安雪一边玩手机一边问 小雪去哪我就去哪 我永远陪在小雪身边保护小雪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话音刚落 安雪双眉微皱 但也只是转瞬即逝 随即他有些兴奋地说 那就一大把 知妖哥哥 你再努力一点 这样我们就能考上同一所大学了 这样我们就能考上同一所大学了 整个高三都是这句话 在支撑着我坚持下去 我知道以安雪的成绩和舞蹈特长生的身份 A大是肯定能上的 所以我必须要更努力才行 每当我在学习上遇到难以攻克的困难时 安雪就会在我旁边说 加油啊 知妖哥哥 难道你不想和我一起上A大吗 当我一点点取得进步 慢慢接近A大的录取分数线时 安雪欢呼雀跃 知妖哥哥你太棒了 按照这个趋势 你一定能考上A大 我竟然没有注意到 他说的是我能考上A大 没有说我们一起考上A大 原来 一切真的有机可循 从他知道我想和他考同一所大学开始 他就安安密谋着要摆脱我 他的每一次鼓励 每一次欢呼雀跃 都是在庆祝里摆脱我又进了一步 暑假过去 终于熬到新生开学 我和安雪 一北一南 暑假没有见过一面 连最后开学各自飞走 也没有发一条互相道别的信息 我想 此刻的他就像被放出笼的金丝雀 庆祝自由还来不及怎么会想起我呢 我对大学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正如我高三所想的 没有安雪的大学生活 我度日如年 每天脑子里都是安雪的声音 安雪的模样 安雪笑 安雪哭 甚至有时候做梦都是在哄安雪 室友调侃说 从来没见过这么痴情的男人 我只能苦笑回应 没有人能想象到安雪在我心中的地位 我无数次的想要打电话给他 天真的想 他说过我们可以打视频打电话 要不我买张机票 直接飞到他面前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每次这种幼稚的想法一出现 我的耳边又会想起安雪在酒吧说的话 那两句话勉强让我清醒过来 大一一年 我连家都没回 挂了十几颗 整日浑浑噩噩不休蝙蝠 甚至被学院领导约谈劝退 暑假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准备办理退学手续 室友们正好要去参加院里的智能机器人大赛 让我去帮忙现场拍照 我想着这一年来 大家对我都挺不错的 也挺照顾我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于是我便答应下来 没想到这一答应 居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转折点 在比赛现场 我被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深深吸引 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小的机器人 居然能够帮我们完成这么多的事情 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便利 参赛的室友们通过互相合作和技术展示 将智能机器人物体识别 语音对话等多个功能完美地呈现出来 据我所知 这还只是他们简单设计的一款机器人 我被智能科技的魅力深深吸引 以至于最后都快忘记帮他们拍照和录视频 比赛结束后我回到宿舍 把退学申请书撕碎扔进垃圾桶 我想 我应该重新好好活一次 只为自己 这是我感兴趣的 也是我热爱的专业 我是必要在这一领域上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我亲自去找学院领导 恳求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在领导们看到我的决心和毅力都很感动 鼓励我努力完成大学学业 这个暑假我没有回家 我和爸妈通了电话 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规划 爸妈理解我 并且支持我追求梦想 就这样 一整个暑假我都待在学校学习 我的目标是把整个大一落下的课程全部补回来 我深知人工智能对理论知识要求之高 一课也不敢懈怠 客服拖延和分心 我把高三冲刺高考的冲进拿出来 只为把知识点掌握得更熟练 不过这次支撑我坚持下去的不再是安学 而是我对梦想的追求和渴望 比高三更充实些 我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之外 偶尔有空还会跟着室友一起出去比赛 看展览 把理论运用实际 大二开学后 我经常和老师探讨人工智能领域上的一些难题 并且取得了不错结果 我把自己的理论成果写成论文 跟着老师一起发表 大二结束还拿到了丰厚的奖学金 老师看到我的天赋和努力 也愿意教我 经常带我一起做实验 做项目 研究怎么创新 终于在大四的时候 我和室友一起研发的项目得到学院的高度重视 我们申请到了研究经费 在共同努力下拿到好几个专利 凭着这些经验和几年比赛积攒的奖金及人脉 我跟室友四个人一起创业 公司初简初行 当然 在忙碌的这几年里 我发现安雪已经很少出现在我脑海里了 她已经慢慢从我的世界 我的生活中剥离 现在提起她 我最多认为她只是一个邻居妹妹 至于其他的情感已经没有了 偶尔会从共同好友那里知道她的消息 一入学的她就受到万众瞩目 是戏里的戏花 听说开学不久就和篮球队长在一起了 只是篮球队长的前女友来闹 两人不欢而散 后来听说她又谈了几段恋爱 个个都又帅又多金 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我有些感慨 这确实符合她的性格 不过这都与我无关 因为我也谈了一个漂亮又体贴的女朋友 我大四时 她是我老师带的研究生 我为了能和老师套近乎 争取更多的资源 经常在办公室帮老师做点杂事 我和学姐徐会会也是在那个时候熟悉起来 老师时常忙碌 便把我推给学姐让我跟她多学习 我原以为她高冷不好靠近 因为她的长相外表就是生人无尽 很有攻击性的样子 但是没想到她为人随和 也很乐意给我建议和指点 所以我经常和她一起讨论问题 久而久之便熟络了起来 徐会会和我以前遇到的女孩都不同 她知性 大方 剑谈 我稍微指出一点点小问题 她都能敏锐地察觉到我的真实想法 我和她就像是认识很久的故人 从来没有人像她一样 能给我一种默契和开心的感觉 会在我困惑的时候 一针见血地给我建议和意见 于是我们越走越近 功课一项难题会一起出去搓一顿庆祝 也会为了获得某个数据 而埋头在实验室里不眠不休 我一直把它当作一师一有的存在 却没想到在我们取得国家专利后 她向我表白了 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 大家商量着说一起去KTV唱的通宵 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她计划好的 提前和老师还有我的室友们拉了群 精心策划这场表白 只要 我喜欢你很久了 请问你能不能做我男朋友 她问的小心翼翼 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到珍宝一般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值得女孩子 为我这样花费心思 没关系的之遥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当朋友再相处一段时间 即使是在自己的师弟和导师面前 她也给了我足够的尊重 嗯 我愿意沉思片刻后我认真给出答案 后来和徐慧慧在一起不久 她才告诉我原来在我们认识之前 她就已经喜欢上我了 那时我还是垂头丧气的去给室友录比赛视频 而她正是那场比赛的裁判之一 你知道吗 当你聚精会神的看着台上的机器人的时候 眼睛都是冒着光的 我就是被这样的专注的你吸引了徐慧慧笑着说 当然我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 我是笑道 从来没有人这样关注过我 其实心中还是有些苦涩 从过去抽离到现在 让我很难相信还有人会这样对我伤心 打探到我的基本信息后 徐慧慧便马不停蹄地找了导师 跟在他身边做事 只是为了能够每天多见我一面 太好了 我好幸福啊 听到我的坚定的答案 徐慧慧忍不出扑进我的怀里 在这个幸福的流泪的瞬间 我的女孩 我的未来都被我紧紧握在怀里 徐慧慧也是一个把爱意直白地表达出来的女孩 和她在一起 我的情绪总能得到照顾 也终于知道什么叫事实有回应 你是不是也对我有意思来着 不然怎么会陪我一起做实验 陪我一起吃饭 我们在散步的时候 徐慧慧抱着我的胳膊轻易地问 而且我就这么一表白 你就答应了 我都还没追你呢 我笑着拍了拍她的额头 我答应你你还不高兴啊 那倒也不是她嘟囔道 反正你肯定是先喜欢我 才不拒绝我靠近你的对不对 哦 到我知道了 你这招叫欲擒故纵 周知遥你好闷骚啊 爱我直说了 还搞暗恋那一套 我不管嘛 你要追我一次 不然不公平 徐慧慧俏皮地嘟着嘴走在前面 和我面对面 脸蛋微红 我才发现 她不只有知性姐姐的魅力 也有小女生的羞涩可爱 我玩耳一笑 做了个鬼脸便朝她跑过去 好好好 那我来追你了 哈哈哈哈周知遥 你肯定追不上我 徐慧慧比我大两岁 在这段感情里 我总觉得是她照顾我多一些 你不要秋天冬天 都穿着这一件薄外套吗 天冷了 我按你的尺码 给你买了几套衣服 确实 这几年我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研究创新 和公司成立上 几乎没有别的闲暇时间 打扮自己 身上的薄外套 还是高三那年买的 徐慧慧耐心地 给我搭了一套又一套 一边欣赏一边感叹 不愧是我男朋友啊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不用买那么多的 男生两件轮着穿 都差不多了 其实不是我的真实想法 只是一方面觉得破费 另一方面 只觉得他总为我操心 会顾不上自己 徐慧慧听我这么一说 立马严肃道 什么差不多啊 差得多了 以前怎么样我不管 现在有我心疼你 你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看他认真的小脸 我感到一阵安慰 知道了 姐姐我有些撒娇的意味 这才乖嘛 还有 我前几天 让朋友在外地 带了中药回来 以后我监督你 每天必须一记药 徐慧慧知道 我小时候生中病的事情后 着急忙慌的联系 在外地学艺的朋友 其实我告诉他 已经差不多算是好了 但是他还是很担心 生怕落下什么病根 这种肯定要好好调养的 哪能这么不在乎 自己的身体呢 徐慧慧一边煎药 一边说 我心里顿时划过一股暖流 原来 男孩子也值得被爱啊 他对我总是细之入微的体贴 有时候我会觉得 这样太麻烦他了 会提出来 但是他总是一遍又一遍的 让我安心享受他对我的好 我喜欢你嘛 对你好是应该的呀 不用想着怎么回报 我男朋友我来心疼 有些稚气的话 把我逗笑了 我想 我这辈子一定不会辜负这个女孩 寒假 这次我得回一趟家了 大学四年 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一来是因为真的忙 二来 前几年我也确实还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安全 不过现在我已经彻底放下他 就算再见面 也不会觉得尴尬或是什么 好了 快回去吧 我多大人了 还怕坐不上车嘛 我理了李徐慧的围巾 把他抱进怀里温柔的说 你回去会不会忘了我啊 他眼泪哗哗掉 委屈极了 我觉得有些好笑 擦了擦他的眼泪道 笨蛋 我还怕你被人拐走呢 不许随便跟男生说话 听到没有 我故作严肃 他却笑了 我知道了 你也要每天记得想我 每天给我打电话 肯定会的 傻瓜 快回去吧 就这样 我踏上了回家的征途 家里变化不大 只是很久没回来 陪着爸妈把家里重新大扫出了一次 明天你没什么安排吧 我妈问 没有啊 怎么了 我在想会不会又是那种 八百年不见的亲戚请吃饭 你安叔叔或阿姨请我们吃饭 明天下午过去呢 听说阿安雪还带了男朋友回来 我挑眉 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 关于安雪的消息了 没想到他都要带男朋友回来了 我还是挺好奇的 我妈坐在客厅翻着 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有些感慨 我和你阿姨在你们小时候 还开玩笑说把你们凑一对呢 转眼都这么大了你这小子 连小雪这么好的孩子都没把握住 人家都带男朋友回来 过两年孩子都要有了 你看你连个动静都没有 就知道让我操心 我妈称怪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看着她手上的相册 也有些感叹 转眼间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小雪条件好 眼光也高 能够带回来 想必是安叔叔或阿姨 也十分满意的 我点点头 是啊 小雪这孩子从小就招人喜欢 前两年我听你阿姨说 她谈了好几段都没结果 现在谈的这个是个律师 工作体面又长相也俊俏 我看八成是跑不了了 随后她又看向我皱眉 儿子 你这么久就没谈一个 你 你不会是喜欢男人 我妈捂着胸口 我连忙搀扶着她 妈 你想什么呢 谁说我没谈了 我直接掏出手机给她看照片 诺 这就是我女朋友 你未来儿媳妇 我这辈子是认定她了 我妈连忙把老花镜带上 我爸也凑过来看 不错不错 这孩子看着就优秀 家里就算不是书香门第 条件也是不差的 我妈起了八卦心 你娘怎么认识的 是我师姐 比我大两岁我坦白 我妈连连点头 你可不能因为人家比你大 你就不会主动照顾人 要是把我喂来儿媳妇妻跑了 有你小子好受的 遵命 母上大人 我妈就是典型的见了儿媳 忘了儿子 晚饭时间 我们来到安雪家 我依依跟安叔叔或阿姨打招呼 而沙发上的安雪 就像是没看见我一样 自顾自的和男朋友亲密 两家大人都在厨房忙活 我坐到他们旁边的沙发 宝宝 你快给我喂一半橘子嘛 人家想吃安雪旁若无人的撒娇 还有人呢 他男朋友有些不好意思道 安雪故作震惊 像是刚看见我一样 至妖哥哥啊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啊 我和男朋友感情太好 刚刚没顾及到你 他话虽然是对我说的 眼睛也直勾勾看着我 但是整个身子都贴到他男朋友身上 让我感觉到似乎有点挑衅的意味 这我就奇怪了 我又不喜欢他男朋友 他对我这么有敌意干嘛 不过看他们这么亲密的样子 让我也想到了我的惠惠 如果他在我身边 肯定也包好橘子味道我嘴边 当然 是只有我们两人独处的情况下 不会像眼前的两人一样那么不分场合 我的惠惠现在应该准备吃饭了 想着我打开手机 果然收到徐惠惠的消息 宝宝 知遥 我今晚吃糖醋排骨和炒花菜 我做的可好吃了 下次给你做除了图片外 还配了一张搞怪的自拍 我不自觉嘴角上扬 沉浸在有女朋友惦记的幸福里 完全没注意到对面的两人 已经没有了方才的亲热 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也一直在夸安雪的这个男朋友 小雪也快毕业了 两人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妈问道 但是安雪和他男朋友对视一眼 神情有些僵硬 嗨 年轻人都想多玩两年 知遥呢 还没谈女朋友 安阿姨八卦的问 我大方的说 谈了 如果顺利的话 来年中秋带他回来玩玩 你谈恋爱了 安雪的这声质问有些尖锐 他也意识到自己失礼 知遥哥哥是第一次谈恋爱吧 可别被人骗了 虽然像是好心提醒 但听起来却不怎么舒服 像是在故意挖过我的女朋友 不会 他很好 我淡淡道 一顿饭吃的不是滋味 安雪和他男朋友差点吵起来 安雪抱怨他男朋友 不知道给他夹菜 当然 也是他单方面埋怨生气 他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晚上我出去夜跑准备回家 看到安雪一个人站在我家楼下 安雪 这么晚了 你在这做什么 你真的谈恋爱了 他眼里满是探究和不可置信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情绪 嗯 怎么了 我反问道 是因为我吗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这我就有些听不懂吗 谈恋爱就是谈恋爱 怎么还因为他 我照着没问 不是啊 因为你什么 他苦思的笑了一声 因为我任性没有和你报一个学校 所以你故意谈恋爱气我 我着实不太理解他的脑回路 如果我是为了气他 早就谈了 何必等到现在 而且 如果因为赌气 就拿自己的感情开玩笑 我做不来 但我还是耐心解释 那件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我早就不在意了 我谈恋爱是因为真的遇到了 值得我珍惜和付出的女孩 不是这样的制药哥哥 我知道你肯定还在生气 以前是我不懂事 总爱耍小公主脾气 为了不想让你管我那么多 我才故意骗你 他开始哽咽 其实A大不是我的梦想 只是我知道 不管我选什么学校 你都会跟着我 所以我为了能够摆脱你 才编了最大的梦想 是考上A大这种话 你还在气我的话 可以打我骂我 我都没有怨言 他乌拉拉说了一对 其实在来之前 我就想到会有这样的场景 真正面临了我才发现 自己原来已经放下了 换个角度想 如果当初他不骗我考A大 我可能这辈子 都不会遇见徐惠惠 也不会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 如果这样想 我还应该感谢他呢 我释怀的笑了笑 别想太多 都已经过去了 我也没有再生你的气 可是如果不是我 你肯定能好好规划自己的未来 找到自己热爱的专业读下去 使我毁了你的人生 志瑶哥哥 我听说你在创业 肯定很辛苦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跟我爸爸说 让你来我家公司上班 好了安雪 我有些不耐烦 对他这种否定 我现在的生活和事业的言论 很不认同 我很喜欢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 而且人工智能 也是我热爱的专业 我大学四年 取得不错的成绩 公司也初见雏形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很知足 真的吗 志瑶哥哥 我一直相信你是最棒的 谢谢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以前我也很懂事 什么都要管着你 让你不能自由的做自己 真的很抱歉 安雪眼里的光慢慢按下去 有些苦涩的笑着 你不用说抱歉 我是不懂珍惜 年少的我们 终究还是回不去了 我以为我和安雪 已经彼此释怀了 但是开学不久 安雪就打来电话要请师范 而且不是请我 是请我和徐惠惠 小雪 你是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惊讶 你已经没课了 回来有点事 就是觉得好久没见了 而且我都没见过嫂子呢 想请你们吃个饭 志瑶哥哥 不会连见不都想见我一面了吧 虽然我们的事 已经是过去时 但毕竟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可是我也觉得有些为难 试探着和徐惠惠提了这件事后 她反而大方地答应了 去啊 为什么不去 人家怎么说 也是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总不能搞得 以后话都不说一句吧 可以 周六晚上吧 我们刚好有空 我回来安雪的消息 放下手机后 我把徐惠惠抱进怀里 你不吃醋 我相信你啊 只是一个小妹妹 我才不会那么小心眼了 周六下午还没到五点半 安雪已经发消息说 在学校门口等我们 吓得我赶紧去实验室 找徐惠惠 她也火急火燎的收拾好 跟我下楼 不能让人家女孩子等太久啊 徐惠惠比我还急 拉着我的手就跑 学校外面停了一辆粉色法拉利 引起不少人围观 怎么还那么早 我问道 这边的安雪打扮靓丽 张扬的气质丝毫不加掩饰 我约的你们嘛 她笑笑 这就是嫂子吧 真有气质 你好啊小雪 我叫徐惠惠 之前经常听智妖提起你 徐惠惠大方的打招呼 安雪开门让我们坐在后座 我原本以为就是简单吃顿饭 谁知道她直接带我们 到A市最贵的一家云顶餐厅 小雪 不用那么破费吧 我们随便吃点就好了 安雪把菜单递给我和徐惠惠 智妖哥哥别客气嘛 也不是很贵了 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就是 我靠在徐惠惠耳边小声说 这些菜名我看都看不懂 徐惠惠指着菜单小声道 这个鹅肝好吃 点这个你怎么知道 这我家开的她开玩笑说 吃完饭后我和徐惠惠出来散步 你的这个邻居妹妹这么优秀 你真不打算考虑考虑人家的心意啊 我牵住她的手 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心意 她就是请我们吃个饭 而且她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看未必偶徐惠惠给我解释 你看她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豪车还有云顶餐厅 每一样都是精心准备过的 我猜她是想借请我们吃饭的理由 给我个下马威 那又怎样 我的心早就已经被姐姐俘获了 除了你谁也装不下那天之后 安雪一直找借口出现在我面前 知妖哥哥 我给你买了两件卫衣 你记得去拿呀 知妖哥哥 下班我接你去吃饭好不好 我几乎都拒绝了 但是安雪依然穷追不舍 这次居然追到我公司楼下 我看着熟悉的车 无奈的走过去 你怎么知道我公司地址 安雪怂怂肩 知妖哥哥现在可是行业新贵 我想知道很难吗 安雪 你有些过了 我只是想做些事情弥补你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太有些委屈的样子 我叹了口气 算了 你跟我过来来到公司楼下的咖啡馆 我打算跟她把事情说开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 也不用弥补我什么 如果你还要这样打扰我的生活 我们就连朋友也不要做了 可是我只是想跟你吃顿饭也不行吗 不管是现在还是之后我都很忙 除了公司的事要处理 我也要陪女朋友 这个月你约了我13次 真的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我希望我们都能看清现实 往前走安雪眼眶通红 是不是徐惠惠因为我跟你吵架了 所以你才要赶我走 我是喜欢你的 知妖哥哥 我一直都喜欢你 虽然我谈过很多恋爱 但是就是他们让我认清自己的内心 知妖哥哥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冷笑 安雪怎么说都可以 但她扯到我的惠惠 我就忍不了 安雪 惠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未来也会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许你这样诋毁她 而且 不要用你的烂情来道德绑架我 你谈多少次恋爱都与我无关 到底是为了认清自己的心 还是不甘寂寞 你自己心里清楚 如果高中那会 不是我一直缠在她身边 估计她那时就会谈很多段恋爱了 我直白地拆穿她 安雪被我说得有些无地自容 她低头拽着裙子 知妖哥哥 以后也不用哥哥哥哥地叫我 我们最多只是邻居关系了 说完这些后我起身离开 周知妖 安雪哭着喊 祝你幸福 我没停下也没转身 低头一边回徐惠惠的消息一边走 徐惠惠研究生毕业后 我和室友一起创立的公司 也不如正轨 我们一起去她家拜访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安雪请示范那天 她没再开玩笑 云炳餐厅真是她家的 不止云炳餐厅 该市的餐饮行业也是她家独大 为什么你家是做餐饮的 而你却学人工智能呢 我疑惑 徐惠惠歪歪头 可能是为了遇见你吧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只有这个解释了 缘分妙不可言 在毕业那天 我安排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向她求婚 当然 她也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我们打算不急着办婚礼 而是旅行结婚 出发前夕 安雪打电话给我 治疗哥哥 新婚快乐啊 她有些口齿不清 好像喝醉了 你在哪呢 我 我在月色酒吧 不过不用你担心我 我 啊 你们放开我 安雪惊叫一声后 电话突然挂断 我有些担心 我和徐惠惠说明情况后 打算去找找她 还是先报警 你再过去 要是真有什么危险就麻烦了 我先把明天早上要用的东西 先收拾了 徐惠惠嘱咐到 按照她说的报警后 我来到酒吧 却已经看不到安雪的身影 突然 有人从后面蒙住我的口臂 在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双手双脚被绑着 还换上了礼服 安雪穿着婚纱出现在我面前 治疗哥哥 这是我幻想了很久的场景 今天终于要实现了 她话语悠悠 已经不像一个正常人说话的语气 安雪你清醒一点 我努力挣扎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哈哈哈哈 冷静 我要是冷静的话 你就变成别人的丈夫了 安雪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你知道吗 我多么希望从你嘴里 说出来的妻子是我 你是我的 这是我们说好的压制妖哥哥 你说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你说会一直保护我 你忘了吗 我摇摇头 你鬼迷心窍了 不要再错下去 把那段时间当做一个回忆吧 我就不 安雪突然发狂 双目通红 我没错 我只是喜欢你 我爱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她从桌子上拿出一把刀 如果我们生不能在一起 那就一起死吧 这样就没人能够拆散我们了 我奋力挣扎 却无济于事 安雪笑着把刀夹在我的脖子上 不要怕制妖哥哥 很快就没事了 就在我以为真要丧命于此的时候 警察冲进来把徐惠惠制服 跟着来的还有安家父母 我爸妈和徐惠惠 徐惠惠连忙哭着帮我解开绳子 我抱住他安慰 没事了没事了 原来是我那天报警 在我被绑架之后到了现场 通过调查询问 才从监控里发现 我在走廊尽头被人带走 安雪虽然安排的天衣无缝 尽量避开的监控 但天网惠惠疏而不漏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她的藏身地点 此时安雪被两名警察控制住 我只是爱你啊 我有什么错 她有些失神 不要拿爱当借口 你不懂爱也不会爱 只是想满足自己自私的占有欲 我冷声说 有没有受伤 我真的很担心 你怀里的徐惠惠满眼担心 神情憔悴 应该是一夜没睡 乖 我没事 我把她的碎发别过耳后 吻了吻她的额头 爱是温暖 是热情 是付出 安雪却披着爱的外皮 满足自己的私欲 那不是爱 全吻完